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风剧场 这张海报大家看了可能都会觉得是假海报 看图我们能发现,他尾波站在正中间 张绍涵和王心灵站在两边 不得不说,这图真的有点搞 感觉就像随便找了一张图抠了出来然后就放上去了 几个明星的调色完全不一样,各自摆各自的造型 要不是笔者特意去搜索了一下,真的就觉得是粉丝恶稿了 该场商业演出海报有助几次变动 从最开始的这张图一直到后来加入了总导演以及孙楠 不过不管怎么变,我们会发现潘伟博一直都是处于C位的位置 在上面这张海报中,孙楠和潘伟博双C,孙楠主C,潘伟博赴C 而这张目前用来宣传的海报同样也是如此 孙楠主C,潘伟博赴C 我突然好奇,潘伟博的大位,现在已经超过张绍涵和王心灵了吗? 观察区线图我们不难发现,潘伟博的指数长期都是低于王心灵和张绍涵的 而且,说句实在话,单从如今的音乐影响力来看 潘伟博欠缺的东西还真不少 尽管先行年的潘伟博特别红,但是如今的他,早已没有了昔日影响力 此前播出的《中国好声音》节目中,潘伟博去当了导师,但是他的尴尬是看得见的 抢人抢不过刘宪华,座位还是靠边站 中间C位给了中华剑和薛之谦 回根到底,潘伟博存在的问题是 早期作品足够多,但是并未在如今依然拥有高传唱度 后期作品并没有跟上,导致个人在因缘数据方面的表现非常差劲 而让人困惑的是,这样的潘伟博,就是能要王心灵和张绍涵 这是否也意味着,对主办方而言,潘伟博的商演报价高于王心灵和张绍涵 要知道,相较于潘伟博在男歌手中的位置 如今的王心灵和张绍涵,在女歌手中的地位可不算低 港台女歌手排行榜数据就直接能够看出歌手的影响力 张绍涵在港台女歌手中排名第三 而且,现如今的张绍涵也是女歌手中为数不多的开得起体育场的歌手 各位或许不太明白体育场的概念 我就这样跟大家讲 男歌手这边体育场开得起来的也就只有头部和一些顶级中生带 而张绍涵能够开体育场 足可见其在下沉市场的影响力有多高 而王心灵在港台歌手中排名第六 这个位置和翻红时候的他响比显然不算高 但是排名一在才10之上就说明 王心灵自身的爆款歌曲是足够多的 王姐目前并没有在个人演唱会方面有太多太突出的成绩 但是不管怎么看 两位从音宗、单曲、演出以及唱功来讲 现如今都远远超过潘伟博 再看男歌手那边 潘伟博的排名可不是一般的靠后 聊到这里 逼着主要想告诉各位的是 女歌手真的比男歌手男混太多了 商演的海报排序基本就是根据报价和资历来的 潘伟博在商演中都能盖过王心灵和张绍涵 那么其他地位低于王心灵和张绍涵的女歌手 可想而知如今是有多难混 女歌手们的日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好起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